然後呢 共諜三省定宴還可以領我們人民納稅人的18%跟退休金 對 豈有此理 所以以前要修都修不過 我們過去三年努力的結果就是 不管是陸海空軍軍官事官服役條例 現役軍人社共諜只要判一毛退休金都沒有 這個組織犯罪條例 國安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 刑法 我們如果現在這個行為犯的話 這些人最起碼都是武器徒刑左右 所以我要讓電視機前面的觀眾知道 這個法的洞三年來努力把它堵住了 而你就對照起來就是那個洞破得多嚴重 它來自各種行為 所以先講鄭昭明 鄭昭明台南人 他在台南還有產生一些財務的糾紛 然後後來就往中國跑 他竟然去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去拉自己的兒子 在軍中發展的 把兒子拉出來 講了一個叫北平模式 北平模式就是共軍打來 開大門投降 當年復座義 開大門投降 有這種 我認識的軍人跟將領很多 99.99%的軍人跟將領絕對 不恥這樣的行為 這是武德倫上 保衛兩千三百萬人的軍人 我們應該尊敬他 我們應該給他比較好的待遇 但像這樣的軍人根本就是老鼠屎 所以他現在犯這個行為 他是在我們修法前犯的 如果他現在犯這個行為的話 可以用刑法來辦 那個大概是無期到死刑 新蓬森 他佔管中心 他也是被中共的國安部門吸收 擔任共諜 我們在刑法 新修訂的刑法 把中國港澳也列為外患罪 外患罪起跳就是無期到死刑 你看當年的罪多輕 這都判六個月 六個月 賣國只判六個月 另外羅文山他並不是犯國安法 跟刑法 他不是共諜 但羅文山我倒覺得國民黨要有個態度 羅文山是中國國民黨兩任的中常委 羅文山是黃復興黨部 羅文山還有其他的刺激團體 羅文山收了中國共產黨 全國政協 捐款近千萬 而這錢用來幹嘛呢 黑吃黑A掉了一百 那其他的錢用來幫國民黨打選舉 刊廣告 所以不會入帳喔 就直接買了廣告 就刊登出去了 那他就形成一個法院認證的事實 這個法院認證什麼事實 中國國民黨的高層 中常委不是低層了吧 中國國民黨的高層 去收了中國共產黨 全國政協委員的錢 來打選戰 那這筆錢是給誰 那時候馬英九要選舉 那政黨也在選舉 立委也在選舉 他打了政黨形象 打了立委 縱使不查 也該道歉 你竟然誤用了共產黨的錢打選舉 如果是明知而為 這個法律上約請拿來變法 我覺得觀眾不要以為 什麼事情都有法律可以處理 對父母態度不好 我們社會譴責他 那沒有法律 但是如果你用了共產黨的錢 來打台灣的民主的選舉 你最起碼道歉一下 查明一下 而且這是賓三一角 這種模式 在其他選舉有沒有過 而羅文山身負中將 閱兵的典禮的指揮官 做這種事情 毫無愧疚感 那許乃全鄭小江案 是我們最嚴重的共諜案 兩三年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看起來的部分就是 羅文山我可以幫他講 他這個倒不是共諜國安 他其實違反的是政治獻金法 可他的行為在政治上 道德上是應該譴責的 也就是拿共產黨的錢 打台灣國民黨的選舉 這個事情國民黨要太退 可是其他這些人 我必須告訴現在在單共諜 最好趕快自首 法 那些法已經修完了 現在你看到了六個月 一年兩個月 九個月 現在新的法律 這個大概都是無期到死刑 是 病科罰金 保護兩千三百萬人 然後讓我們這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不同的政治主張 讓人民自由的選擇 而不是共產黨用錢 用共諜來汙染我們的 民主社會選舉 這個是我們現在修法 那羅文山這個事情 我最後要講一件事情 跟我們現在要通過的 反滲透法有關 反滲透法其實就是 處理民主社會的行為 媒體 政治獻金 遊說 公投 我們希望這是我們自己的民主 不要有外部勢力來汙染他 敵對勢力 這個敵對是寫在QDR 寫在我們很多裡面 我們現在敵對勢力就一個 那國民黨現在焦土 看真不通過 那我是不是可以因果倒過來講說 原來你們拿過人家的錢打選舉 所以現在反滲透法 你們就抵制到底嗎 最好的自欽 就支持反滲透法 讓中共的骯髒錢 我們不要再侮辱 汙染台灣的民主選舉 好 這麼多的退役將官 顯然是被中國的吸收 那為什麼過去說 要保衛中華民國 現在卻為了一點小力 就出賣國家 年華哥 怎麼看 現在這些退役將官 去中國參加這種大量的 這種統戰平台 是不是造成我們國家的影響 當然 其實不只是退役將官 我覺得臺北地方法院 昨天羅文山這個判例 如果將來 因為這個案子可以上訴 如果將來定驗 變成一個判例的話 我覺得他非常重要 因為過去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法律幾乎拿他沒辦法 他這個模式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政治先行法規定 不得接受外國人 甚至港澳地區居民 都不能捐款 所以呢 他是捐給這個羅文山 當會長的這個 黃埔的四海同心會 捐給社團合法 可是這個社團拿到這個錢 等於是捐款者已經指定用途說 這個你要去幫馬英九輔選 但我不曉得捐款者指定說 一千萬是不是全部都用 還是說中間這個 你們可以自行運用多少比例 那過去這樣的模式的時候 我們的法律是拿他沒責的 那羅文山在法院 自我辯護也是用這個理由 說沒有他是捐給我們 黃埔同心會啊 但是法官的新政認為說不是 表面上捐給你黃埔同心會 但是你拿這個錢去幫馬英九 在競選的時候買廣告辦活動等等 所以視為政治獻金 所以判他違反政治獻金法 這如果將來變成判例的話 他可以某一種程度上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什麼問題 我們知道中國的資金 現在在全世界資助親中的候選人 前一陣子這個王立強案 不是講出一個趙波 就是中國說我給你一千萬澳幣 然後你去選國會議員 但是趙波不同意嘛 他去跟情報大會支手 就莫名其妙今年初就莫名其妙就被做掉了 那中國用這種方式影響台灣 其實我們私下耳聞很多 透過宮廟系統或是說 今天我要選舉 我找這個我信得過的領域會 開一家貿易公司 然後你中國那邊找一家對口貿易公司 作假貿易錢就進來了 然後就變成我的了 你政治獻金法根本辦不了人 完全辦不到他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 昨天這個判決變成判例的話 將來就可以循這個管道 至少反滲透法的部分先不談 光是政治獻金法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依照舉這個判例就可以辦到他 就是說我們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的民主選舉 我們一定要盡所有的可能 防止外國勢力 用各種方式介入 包含金錢的 包含這個媒體的 紐西蘭總理昨天才提出一個修法 而且他希望一天之內通過 就是紐西蘭的政治獻金法 原本規定外國人可以捐 大概是差不多三萬台幣左右 他現在要把大幅降低到一千塊台幣 就你的上限 你只能捐一千塊台幣 大概五十塊 五十塊紐西蘭幣 大概一千塊台幣 他沒有講說我是要防止誰 但是內行人都知道 他就是要防堵中國的勢力 所以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 這幾年紛紛受到中國的這種銳實力的影響 那臺灣處在對抗中國的第一線 我們一定要更加小心謹慎 對於這種 不管是等一下要講的媒體 或是說這種金錢 一定要想辦法把它防堵起來 對的確我們說紅色力量 是不是無所不在 包括全世界澳洲都影響 那臺灣呢 當然就是說媒體對於這個中國來講 絕對是一個特許事業 那今天呢有一個網路平臺叫做大師鏈 他們舉行記者會宣布要正式插旗北京 成為中國唯一同意落地的臺灣媒體 真的有辦法嗎 臺灣媒體要去落地中國 來我們看到這個記者會呢 我們看到有什麼樣的大咖人物出現 看起來都是藍營的 包括有連戰 這國民黨榮譽主席 還有這國民黨立委曾明忠 還有他的這個連戰的兒子連勝文 看起來都是藍營人士 而且這個媒體呢 之前有找過什麼樣的人士來擔任 可能是公司的顧問呢 我們看到有包括前國安局局長楊國強 還有前國安局副局長郭崇信 還有前軍情局長張堪平 奇怪了 一個媒體為什麼要找前國安人士 來作為他的這個公司的成員呢 那我們看到他的這個總裁 叫做莊麗萍 似乎也是媒體背景 我請教玉慧姐 怎麼樣看待這個大師鏈 到底背後是在賣什麼東西呢 我先講結論 這個絕對不會是一個媒體 他是中國統戰 特別是中共統戰已經進入到台灣 而且他是利用國民黨 我覺得很遺憾的是 他是利用國民黨來進行統戰 你可以看到今天出現的人 包括說連戰 包括說連勝文 那包括了這個曾明忠 曾明忠呢 是國民黨不分區的立委的第一名 還有事實上在今天或許 你鏡頭沒有拍到他 但是呢一直在當中 穿針引線的吳思懷 他是國民黨不分區的當中第四名 我要講因為在中國 這是第一個台灣去落地的媒體 過去台灣有非常多的媒體 想在中國落地 後來其實都走得非常的不順利 頂多你可以在旅館裡面 那特殊的這個國際級的這個旅館裡面 你才會有播映權 一般的媒體想要落地 甚至於我們的記者 你想要進到中國去進行自由的採訪 都是有困難的 為什麼 因為中國就告訴你了 他們的媒體姓黨 就是媒體是為黨而做喉舌的 媒體的重大責任 就是在幫幫黨說話 所以為什麼中國會讓一個外國媒體 去中國落地 這個已經非常讓人懷疑了 好 我們來看大師鏈 大師鏈他說 他是以藝術文化 甚至於旅遊 來作為他主要的一個平台 上面你可以看到的文章 還拉一些這個大家 年輕人喜歡看的這些的 一些影片文章 然後希望能夠吸引大家 但是呢 我必須要告訴大家的是 這個大師鏈 你如果去看到 大師鏈的這個網站上面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他所有的點閱文章 大概不超過50 也不超過100 那這個大師鏈 你在經濟部的這個工商登記當中 他的資本額非常大 有將近1億 為什麼這個 你所有點閱的文章 那只有大概不到100個點閱文章 你這是要怎麼回本 那你到底是要怎麼獲利呢 然後再加上說 我們媒體一般像名譽或者是阿晃 我們我們是學媒體出身 那我們至少或多或少 不管是在大學也好 或在研究所也好 我們都念過新聞相關的編輯 或者一些相關的理論 但是我沒有見過一個媒體 他也不是專門用國防 然後也專門這個 又從國防的角度 從調查的角度來找手 但是他為什麼找的人 全部都是國防跟調查背景 剛才講到這個總顧問 是包括了楊國強先生 那這個前軍警局的政黨 可是他說他的這個 王政內容是做旅遊 對 做旅遊 美食 然後找這些國安人士來 專門找情報系統 全部都是國防跟情報系統 所以我才回到 我剛才所講的結論 這個不是個媒體 這個是中國統戰的工具 中共統戰的工具 遺憾的是 他用國民黨 來作為他統戰的工具 而國民黨是在台灣 我們現在很重要的一個 在演的政黨 而國民黨在這一次的 總統大選當中有派候選人出來 而且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的第一名 今天在現場 第四名 那吳思懷 未來台灣 如果讓他們進了立法院以後 我們是不是大家都門戶洞開 就是剛才上一節 那個定語委員所講的 就是北平模式 門打開 真的拔下去 難道是這個樣子嗎 那台灣的國安不設防 國民黨你要不要在第一時間出來 做個回應 對 值得稍微回應 就是說這個媒體 是不是一個全新的模式 過去我們說 中國可能有些內容農場 然後呢 這個台灣的有些媒體 再去這個 再去擷取 然後再進來台灣 那現在這個大失戀的網路平台 是不是直接就進到台灣 來明宇你的了解 這個裡面的總裁叫做莊麗萍 聽說是你的前老闆嗎 我要說我有幸 在他的旗下工作過一段時間嗎 那他到底是在做什麼呢 坦白講啦 當時他來收購我的這個前公司的時候 我前公司也是一個那個網路的媒體公司 網路新聞公司 在業界還小有名氣這樣 那當時他來收購的時候 大家都在查說 這個莊麗萍到底是誰 是誰 因為說實在我們在新聞業界 大概也服務了快二十年的時間 你沒有聽過莊麗萍這個人 如果說你是比較有名的新聞界 老前輩的話 你大概都知道他是誰 後來後來我是耳聞啦 耳聞就是說其實他應該是做那種 食品業請家的基金啊什麼的 那你一個就是做食品業請家的 你怎麼會想要來做媒體 除非是行銷你們家賣的這個食品嗎 就是蠻奇怪的一個這個特殊的背景 後來他來入股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做我們的這個董事長 我們後來整個這個我們旗下的這個媒體的 那個一個方向就非常非常的奇怪 他就是有規定 譬如說你在寫兩岸新聞的時候 你中國大陸你就一定要寫大陸 你不能絕對不能寫中國 那你頂多頂多他讓你放寬變成中國大陸 對那為什麼這個就是 如果你寫中國的話 你不是很明顯就一邊一國嗎 要符合他們的這個新聞用語 對對對 那後來再更奇怪就是說 他慢慢就開始給你新聞射線了 譬如說你講到這個法輪功 是一定一定不能報的 那譬如說講到港獨藏獨達賴喇嘛 通通不行 他直接告訴你不要浪費力氣了 你根本連採訪都不用採訪 那甚至講到譬如說香港 譬如說當時有一些 譬如說那時候還沒反送中 當然有些雨傘革命什麼之類的 這個也都不用 李明哲什麼通通都不用 那你這個也不能那個也不能 其實你就會覺得說 他的這個限縮 限縮你寫新聞的範圍非常的奇怪 那當然我們作為新聞媒體 我們當然也會去質疑啊 就說為什麼 這個明明就是蠻重要的一些 至少兩岸新聞國際新聞 那為什麼我們都不能寫不能報 那後來他最誇張 譬如說到選舉到了 他就是一定要限制你說 譬如說你只能去採訪 譬如說國民黨的 對國民黨有利的新聞 那只要對民進黨 譬如說對蔡政府 他基本上一律就都叫你偏幅小 要不然就是叫你不要寫 對 那後來 那等於就是他的宣傳工具嘛 對 宣傳統啊 宣傳平台啦 那當然了 後來就 就是開始耳聞 就是說這些 一些資金有問題啦 對 那這個新聞走向就太偏了 可能就是會開始 所以後來我認為 就是他認為說在我之前服務的這個網路媒體 他可能會有點 這個 這個 沒辦法這個手再伸進去 因為會越來越奇怪 對 那所以他乾脆就自己再去成立 後來他就離開我們的公司 就直接 直接就是把我 就直接自己去外面成立了這個大失戀 對 那你知道他成立這個大失戀 剛剛像玉慧所講的 當然他之前有找我們公司的一些人 就是 因為他可能要找一些人 就內容農場 去譬如說這個 譬如說一些編輯什麼 要不要跟他去 那當然大家就是會對你 因為你的這個之前 你在我們公司評價這麼差 你什麼都要做新聞管制 做內容的管控 然後越來越紅 他真的後來真的是 為什麼後來我們都 大家考慮要離職 因為真是紅到 他不只是藍 藍還沒關係 你真是紅到不行 紅通通就對了 紅到大家都看不下去啊 他甚至他上次 有在我任內的時候 他去參加那個那個聯席會 那時候是我們全公司幾乎 會大陣仗 全公司基本上有一半的人 都被他挖去 要去採訪那個聯席會 而且要大篇幅的報導 比如說我們總裁在 董事長在講什麼 你就會知道說 他整個公司已經不是很自由的一個新聞媒體了 那最後要講 這個大事鏈的部分 你剛剛這個玉慧姐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他現在找到的人 他基本上完全都不是什麼新聞的好手 或說新聞的一個一些記者 正常的管道 然後他找的通通都是什麼國安局的人 就會覺得他的背景 非常非常奇怪 你說國安局這些人 他能夠發稿嗎 他能夠寫出什麼樣子的文章 我真的覺得很難 而且最重要是說他的宣傳 他說 他現在還在爭人 他說你只要在他們公司服務 年薪都可以破百萬 福利好到上天堂 對 上天堂 是掛掉的意思 對 現在真的 我是覺得大家如果不利好到上天堂 不要讓吳郭東心動 可能錢都還沒領到 你先進監獄比較快 這感覺是紅色媒體嗎 怎麼感覺都是找你們藍營的人 那這樣的平台 掛羊頭賣狗肉嗎 不過坦白說我對大事鏈怎麼運作 我沒這麼熟悉 不過看起來大事鏈 他有正式的發出聲明 他特別強調說 他們不是一般的傳統媒體 當然也不是紅媒 他們主要是以知識經濟的商業模式 來做他的經營 他們認為把自己定位 就是跟一般的臺商沒有兩樣 那另外一點比較重要就是說 大家就提到就是說 這有一些國安 還有這個軍情過去背景的人 他們說這些人過去只是諮商 那讓他們避免踩到紅線 那所以說那這些人目前也已經退出了 按照他們聲明來講 那當然我認為就是說 坦白講你說這個大事鏈 因為這個做媒體的 那媒體現在 尤其現在又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坦白講還是有些敏感性 那我覺得就是不要踩到紅線 因為你不管是經營媒體 或做一個臺商 你本來就有兩樣人民關係條例 甚至國安法等等 就是這個線一定要守住 那我也不認為 我也不認為說這些人 我就不用急著抹紅 但主要如果他們真的違法 就把扮嘛 不用急著抹紅 那講到 是抹紅嗎 我們是在分析他的這些背景成分 紅色力量 人家就說他們不是紅色力量 的確因為你要在中國能夠落地 你必須符合他們的這個意識形態 大家要 大家要去這個推論 合理的推論 對 大家的評論是自由 但我就覺得 你與其現在就定位說他是怎麼樣 不如看他後來怎麼做 那這樣我要講 因為剛剛那個間諜案 我一定要提 我剛才有問說什麼立場 如果是違法犯計都要法辦 我說真的 尤其是拿錢的 我覺得這也蠻可惡的 那當然 但是要講羅文山這個案子 錢不是直接到國民黨這裡 他是去刊登廣告 是 但國民黨 我們並不知情 如果我們知情 我們受錢 我剛才講說 這不算共諜 我也說他可能就是沒路障 就消化掉 但你們太多要做出來 太多出來了 我就說這不應該 也不對 就不要去踩到紅線 來 郭東哥 怎麼樣看這些紅色力量滲透台灣 這就是中國的統戰在進階 再進一步 中國共產黨發見要進入台灣 要滲透台灣 媒體相當重要 雖然他們在國際上有環球時報 環球新聞網 但是大家 每一天都知道 你是共產黨的 會發生這種效果 所以他就乾脆 對 浮體初心 准理台灣大事令 來挖在北京設 當然你只要聽北京的指揮 不管你要做任何事情 你沒有他的指揮 你要怎麼在那裡設立 很可能覺得很無奈 我剛剛看到那個名單 什麼國安籍金錢局 我早就講過 國安籍金錢局 早就被人家滲透了 我講了多少次了 台灣的安全 如果要扣國安籍金錢局 早晚有一天都點下去了 不客氣講 像羅文山還做到國防部的次長 副部長 也許次長 不是副部長 你聽我說 這項人 陸長次 我不客氣講 民進黨你執政要用心一點 這一群人是1949 九九九國民黨拜祭 來台灣開始出師 成長 教育 整天把通知台灣 整天跟我們台灣人說 反共更好 反共大陸的這項人 對 現在都跑掉了 這台灣九郎的 不能打開一項建金 所以拿他比 那個北平開門投降的副作譯 那簡直比人家一根腳毛的不如 去看看人家副作譯 寫的書信跟日記 他有他的考量 來導航 教皇陀波轉 北平的整個古蹟 人那最無法 政經 政經滾了十張的 我們這項人 連一項建金都不能打開 就是在國民說 教育大陸 把你培植 做到獎金 結果你是這個樣子 對 我說我們台灣人 有造貪毒害 由我們上一段說 國土被迫害 自然生態被污染 台灣人真的都不受到 還常常忍受這項人 我也真的想不通 是因為他對台灣人對立宿 比較不瞭解 還是我們教育 無法讓他充分 瞭解說 國民都在台灣 如何毒害這個土地 到今天為止 你看看那些 大失戀那些人 說比較白的 如果旺旺集團 做米國 可以去兵 賺錢 可以在台灣辦這種為替 還受到人的支持 張立平 他是做食品的 我記得 這條路邊 他做食品比較好 賺 他怎麼不賺 所以我一再講 人家美國是個民主國家 先進第一名 世界第一名 人也有中央情報局 也有聯邦調查局 想要這樣說 這樣沒辦法保護美國 所以他們成立國土安全部 最高戰略 民都要抵觸到我國家 這個土地的自己 全部都要我指揮 對 我們一直在講 今天王定義他們 好不容易通過了 緩滲透王 對 你還要靠國安局 這些人來執行 早就要成立國土安全部 最高戰略 對